近日陈思成发微博透露他指导的全新系列电影《外太空的莫扎特》将于2021年暑期上映 佟丽娅也罕见和陈思成互动 佟丽娅这样的表态所以很多人又怀疑莫非二人没婚变还恩爱着 陈思成和佟丽娅本来是娱乐圈的恩爱夫妻 不过自从陈思成夜会两宇事件曝光之后 陈思成和佟丽娅夫妇的婚姻一直被网友热议 每当二人被传已经离婚的时候 陈思成总要出来秀恩爱立正二人关系 不过每次口中的老婆爱称变成佐多妈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曾经杨幂与罗坎威的诺米妈诺米爸 记得陈思成和佟丽娅曾经有一个特别经典 关于出轨论的采访 陈思成的观点是谁都会出轨 而佟丽娅的回答是只要回家就好 出轨事件之前陈思成参加某次节目 自帮他在情人节曾用别人的烟头烫伤过佟丽娅 他笑称平安意思 他说留八无所谓 他洋洋得意的神情能让你们格外反更 所以这些年大家为佟丽娅一直不关宣 和陈思成离婚感到困惑 不关她的事业之路 可以说是遇到陈思成后资源一下子变好 所以佟丽娅这些年一直不和陈思成离婚 难道是因为对方对她事业上有帮助吗 我看她的岘旅上有帮助 MU关心情能让你们感兴趣不关心心 阿弥陀佛